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三个开源项目 这个三个开源项目都是跟图片相关 都是对图片上的一些应用 其中一个项目的体积有点大 其他两个都不是很大,比较小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下载一下 咱们来看第一个,调自动着色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片 就是对这个20元的黑白漫画进行一个上色 把它变成彩色的 那么这个项目之前有人说想要 正好咱们看到了,所以就推荐一下 那么这个项目呢,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来下载 自己来打个包,其实比较容易 这边点这个下载,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再下载两个这个生存器 一个生存器,一个降噪器 把这两个东西下载下来 那么呢,把它一个放到这里面 另一个呢,放到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呢,我们看这个包 这是这个包 一个大家下载下来放这儿 另外一个呢,根据这个提示 我们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在这个里面,把它放到这儿 所以这个项目呢,自己做也比较容易啊 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能自己做的话 你就不用去下载了 自己来使用 那么这个项目的年限比较久 两年之前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它没有使用界面 当然也没有关系 这个也用不着,说实话 那么这边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这边呢,我加了一个文件夹 大家把这个你要改的这个黑白图片 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这个是它处理后的,也删掉 把你要处理的文件放到这儿 全部塞进了就可以了 然后就不用管了 然后翻回来,直接点这个启动 大家看已经开始了 自动对两张图片呢,进行一个处理 给它上色 那么这边呢,我们略微的等一下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处理完了啊 还没有彻底处理完 出现这行字呢,就说明彻底处理完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文件夹这边多了一个文件夹 这个是处理之后的这个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处理之后 它可以上了这种颜色之后的一个效果 应该说还可以吧 这是原来的黑白的图片 咱们刚才看的是上色之后的图片 这个项目就是这样 比较容易,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呢,有一点大 这个文件,我们来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二个项目呢 其实它也是针对这个 也是针对漫画的 卡通插值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给两张图 一张是开始画面 另一张是结束画面 那么它会通过这个模型 去对中间进行一个插值 它会自动添加这个中间的图片 最后呢,合并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大家看 这两个图片最后合并出来的视频 这个效果确实不错 还有这些,你看 一个张是吧 它会自动往前走 一个图片 还有这个效果 动画效果 下面呢,还有一些别的用法 比如说,有草图 它会根据你草图的这个效果 然后来生成这个动画 这边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反正总的来说呢 它这个项目就是对 图片进行插值 两个图片 它会自动填补中间缺失的内容 整体效果确实不错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呢 这个项目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16G显存 我这个机的12G 基本上跑不动 但是呢,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 这个呢,其实也想问一下大家 其实这种项目比较多 就是效果不错 但是呢,对这个配置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16G的 那么可能大部分人没法运行 那么这样的项目呢 其实我这边打播也挺费劲 打完之后呢,可能你大部分人用不了 就大家觉得这种项目 我们还有必要去做介绍吗 这个呢,其实我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啊 这个大家可以直接评论去留个言 有个内容忘说了 就是这个项目呢,它比较大 然后它这个模型在这儿啊 10G模型 所以这个模型呢,我没有给大家带 没有给大家压缩这个模型 所以这个模型需要大家自己下载 下载下载之后呢 你把它放到这儿就可以了啊 注意它在哪儿下载呢 就在这个地方啊 这儿 这边不是有个这种下载地址吗 大家打开这个地址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特别好下载啊 因为它就一个文件嘛 它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啊 所以这个就大家自己下吧 这边有个download 大家点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10G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启动稍微的慢 需要等一下 这边跑完了啊 这边有个地址 我们来点一下打开 那么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啊 因为这个我这边跑不动 所以不能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下面有个例子 大家随便点一下 两张图啊 这个是开始 这个是结束 大家输入进来之后呢 直接点这个 点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界面确实比较容易 这个项目整体就这样 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下载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项目 这个关一下 这个是第三个项目 叫丑陋的头像 那么什么意思呢 这样啊 它这边给了个网址 是这样 它这个项目就这样 它专门生成这种 比较丑的这个头像 然后又丑又可爱这种 我想这种 应该也有人会喜欢吧 大家可以拿来做自己的头像 项目整体就这样 这边压缩包也给大家准备了 看一下 就这样 它这个压缩包非常的小 这个才48.7兆 这个大家可以随便来下载 这个因为这个项目呢 它需要安装一个额外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也给大家带了 大家自己双击打开 然后自己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它打开 然后再启动 它也启动比较快 稍等一下 前面这个文件是必须安装的 如果不安装的话 那么你本地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或者说你直接用在线的也可以 这边两个地址 点一下打开 大家看到就这样啊 它跟这边是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下来玩一下 另外就是这个项目呢 它不能商用 整体今天的三个项目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大家拜拜